今集我們來到觀塘華園大廈 一個實用面積350呎的單位 由於原積格局 不切陷屋主一家三口的需求 於是就來個大執位 其實今次這個單位 主要用了兩個手法 就是將所有的空間和廚物歸邊 好像我這一邊 原積是一個洗手間 新規劃我們將它變成開放式的廚房 而旁邊就是做了一個高新的電視高櫃 就是平時屋主收納的空間 而另一邊就是這個單位的三間房 新的計劃我們騰出一個長型的客販廳 看起來空間大一點之餘 以及光亮一點 單位用色簡約 主要用了白色、淺綠色和淺灰色 可以提升視覺空間感之餘 亦帶給人一種和諧的感覺 另外設計師亦都加入了 黑色元素造點墜去增添時尚感 客飯廳有多個陣位 設計師利用白色面料 將大陣融入白色牆身 去淡化它的存在 望落亦都無禁壓迫 屋主希望小朋友房有多點採光 所以就在最近窗的位置做出來 由於小朋友更小 暫時會和父母睡 所以房間暫時會是換落室 沒有做到入場傢俬 流離日後可以自由發揮 主人房空間不算大 但都擺到雙人床 化妝桌和大衣櫃 屋主要求大量儲物空間 於是設計師在兩間房間中間偷位 做了儲物室和間場櫃 主人房亦都加設了地台櫃 為進一步增加收納空間 改造後的浴室 用黑色和灰色做主調 去帶出型格的感覺